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報告中譴責美國違反自身承擔的義務,繼續向臺灣當局提供武器,以此踐踏中國主權,干涉我國內政。 譴責美國現行的反華政策是非常精確的。但於此時,也應該堅決譴責威脅各國人民的美國全球侵略政策,應該確定結論世界各國人民最兇惡的敵人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。 並且,還應當向全黨、全軍和全國人民更明確地提出當前在對外政策上的最主要的任務是,在堅決反對美軍、在臺灣問題上的反華政策的同時,協同世界各國人民一起,毫不妥協力,堅決反對美國要求。 美國的主要是,是一種很明顯的全球侵略政策。 這就證明,近一十年來,特別是以維吾總統為首的英政府上台以後, 美帝國主義者進一步加強了其全球侵略註冊及超大覆蓋的運動性。 可以肯定地說,美國的里根政府是一個最富有侵略性、最反共的集團。 立正極美麗的其他頭目上台後,開始更加公開無恥地強求世界霸權。 疑迫他國人民服從其分子需要,妄圖從政治上、軍事上、兵力上控制全世界。 他們瘋狂備戰,大肆擴通海陸空軍兵力,甚至連宇宙空間也不放過。 妄圖以此鍍嚇各國人民。 言而易見,在這種危險情勢下,絕不能把美帝的特別侵略行為與其全球侵略政策分隔開。 譬如說,不能譴責美國在台灣問題上,知行反華政策。 不能說,因為這個原因,在我們國家之間存在因應。 實際上,在中美之間,美國與他國之間一直存在這種因應。 而出現這種因應的根本原因是,美國的全球侵略政策和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分枝。 當年,毛主席曾指出,有些人對美國存在幻想。 他們認為,似乎不經過嚴重的長期的鬥爭,這些帝國主義者也會和人民的中國講平等,講互利。 老實說,我們只有跟反對美帝的他國人民一起。 經過嚴重的長期鬥爭,才能迫使美帝尊重我們的主權,不再干涉我國內政。 也只有這樣,我們才能有力地回擊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泛華政策。 打擊他的全球侵略政策。 暴衛十九和平,暴衛各國人民的主權與獨立。 以上是八一電台的廣播。 雲民的力度�都不曾經。 不然還會十分為難以大不了。 我們要走近更多的一種記憶體。